你知道自己是什麼話嗎? 所以今天我要用廣東話跟大家講好嗎? 好! 其實特別有親切感 大家會知道馬來西亞的朋友 都要看那些廣劇吧? 對! 這樣講東話吧 所以其實 我想今天其實很開心 重新又回到 就是有來到馬來西亞這個土地裏面 而今天呢 其實我們都是受到當地 這邊的領袖的邀請 達到了2019年 所以其實在新的一年 有什麼展望呢? 而我相信 我想做一個調查 今天呢 有幾多位的朋友 是第一次去參與 我們大型的活動 第一次新朋友 第一次過來的 有沒有? 哇! 啊! 我們今天掌聲鼓勵 第一次去參與朋友 歡迎光臨你們 我相信呢 今天邀請你過來的朋友呢 其實他就是看到有一個相機 正如我自己也是一樣 其實呢 我自己過去創業呢 已經有23年的時間 在過去我20幾年創業的過程呢 其實我都是高高低低上上落落 那直至到在2012年的年底呢 我的朋友呢 就跟我說了 今天 我轉頭會和大家分享的這個相機 我了解完之後呢 我就將我自己 傳統的企業顧問公司 我就把它 割了 不做了 就全力投入 在這個平台發展 那我就用了一年的時間 那公司呢 給了一個專石總裁拼級 其實對我來說 這個拼級 我覺得拼級對我來說不重要 但是最重要是什麼呢 是背後 這個帶給我的 帶給我的價值 到底在哪裡 我再回想在過去 其實我覺得最痛的是什麼呢 縱使在過去 我自己創業的過程 我曾經上過高峰 我賺過錢 但是我發現 我是沒有休息過的 我結婚已經有14年了 我大兒子13歲 小兒子10歲 在我發展這個平台之前 我從來沒有跟我太太去過動物園 我兩個兒子 也都沒有去過旅行的 所以 在過去這6年時間 從2013年到現在 睜一眼 6年已經過去了 我發現 在過去我數回 和我家人 自己去旅行去玩 其實已經超過了30次了 大家你看看 過去10年都不同了 現在6年幾二十分了 所以其實我看到這個平台 不單止真正改變了我一生 而且在過去9年的時間 也都改變了無數人的生命 所以其實想借助今天這個機會 用接下來的30分鐘時間 去和大家客觀地去分析 到底什麼平台 可以改變到這麼多人的一生 而也都可能 在2019年開年這一段時間 也都帶給大家一個 一個非常好的 可能一個改變大家一生的一個平台 一個機會 麻煩 那些後代的 OK Thank you 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其實叫做Genest 這個其實是法文的名稱 那它的意思是什麼呢 它中文的意思就是 青春之傳的意思 換句話說 其實當時我們老闆 已經定了一個目標 成立Genest 第一個最大的希望做到的是什麼呢 怎樣可以保住人的青春 保住人的健康 現在外面市場 馬來西亞有沒有說 怎樣動靈啊 鎖靈啊 甚至乎怎樣 疫靈啊 是吧 都是在說這件事 所以當時這個是老闆定了出來 有一件事他很希望他可以做到的 而Genest 我們也是一個全球匯聚的平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在過去的十幾二十年下 在當中其實有很多新的科技產生了 而令到全球更加一體化 而當中有很多新的經濟 這件事好色是走了出來的 如果我跟你說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我說搭的士 馬來西亞有沒有的士搭的 有 如果二十年前跟你說搭的士 會和互聯網拉上關係的話 你相信嗎 你絕對不相信 但是現在全球 是不是有Uber 對嗎 中國有DD達 是不是 成功啊他們 成功 他們非常成功 是不是意會著 Uber的創辦人 他擺了很多台車分布 擺在全球不同的地方呢 No 他沒有這樣做啊 他很賺錢 為什麼 他只是構建一個平台 他將需求 大家拉在一起而已 他賺大錢 所以今天的年代 朋友 我想告訴大家 已經改變了 過去我們傳統做生意的 那個思維是怎樣的 我們去看一盆生意 看一個項目 投入越多 那個就是大生意 有得想 是嗎 是不是 有朋友看到我和這個項目 幾千萬個億 這個幾個億 這個大項目 有得做 以前是看投入的 項目的大與小 而今天這個年代 No 是看殘出 到底有多少 並不是投入有多少 所以 年代已經改變 我覺得最重要是 我們的mindset 我們的思維 必須要轉變 大家有沒有 有朋友現在用Nokia 有朋友 知不知道什麼叫Nokia 知 我沒有拜明清 Nokia曾經是 手提電話界的龍頭大國 對嗎 對 大家有沒有知道 曾經聽過消息 在2013年 他被Microsoft 被他收購了 在收購的當天 Microsoft的 director 就邀請 Nokia的總裁 上台 就講幾句話 他講了兩句說話 流淚 他下台了 他說什麼呢 他說 我小時候都想不到 我的企業 會變為今天這樣的地步 而最慘的是什麼 他說 我沒有做錯過事情 我也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 朋友 很多時候 不是我們做錯事 是什麼 是有人背後默默在起革命 這個是誰 這個是Apple 這個是Samson 這個是中國的華為 人家已經有研究 到美國데 Waar 邀行 現在每個人用的電話 是否一路不斷鑲 是啊 Medical 你不明白了 所以 美的都很酸酸酸 這個 他還在研究12個按鈕 怎樣搞你 貪吃蛇怎樣搞採食 好玩些 所以默默寄給他 寄給他 寄給他 所以我 所以 我這樣明白 我現在有個Google Translate OK 三多年了 今次都三多年了 今年過了 所以我覺得 現代我們的期間 一定要做的事 我們要改變我們的思維 所以剛才我所說 Genest 我們是一個全球背聚 一個全新的平台 如果 我們還用舊友的概念去看的話 其實 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 真正好的機會來到 你會看不到 而你錯過的機會 在人生下一次的機會 不知何時 再有一個真真正正的 對自己的機會 會不會過來 所以 這個全新匯聚的平台 Genest 我們最特別之處是甚麼 我想問大家 在馬來西亞 你現在出街吃飯 現在是甚麼要先吃的 有 有 有 陪伯 那些白狗 那些白狗這麼好吃 那不是人吃的嗎 那些手機先吃 我小時候突然想起我 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 買了很多燒雞 燒雞 煮了很多狗大鬼 我去吃 我小時候說 小時候 我吃了 我做甚麼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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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現代人是怎樣 手機先吃的 以前是手機 怎樣 放上去 Facebook 是嗎 是 是 你們這些年輕人不玩 原來是你們老了 我們這些年輕人 不玩Facebook 現在是玩Instagram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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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只是說我老而已 是嗎 是嗎 你做那麼多這些事情 那間餐廳的老闆會說 送一些Q彈給你 下次來我請你吃飯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你看看我們每天人生做些甚麼 是不是自己自我消費 然後去分享 對不對 有沒有讓你自負呢 請問 沒有 完全沒有 而我們Genest 今天這個創新的平台 都是做回大家日常做的事 透過你自己的自我消費 然後去做分享 但是有個很大的不一樣是甚麼 是可以真真正正的用我們自負的平台 我們讓一個普通的消費者 將他成為商家 簡稱我們的角色 未來大家參與我們的平台 我們的角色是甚麼 就是一個消費商的角色 所以我們核心的價值 我們核心的理念 叫做甚麼呢 一個叫做交互式的網購 就是我們核心的理念 所以今天呢 我想給一個客觀的 去跟大家分析 我會從三個角度 去跟大家看一看 到底這個平台 值不值得大家全力以負認真去做的 而我分析三點的分別是影響力 平台力 和傳播力 首先在第一點 影響力的部分 不得不提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Genest 兩位的創辦人夫婦 Wendy Ray和Wendy Lewis 大家NASA有沒有聽過 是美國太空重柱 那個火箭升空的程式 是我們老闆寫的 而且也都原容到現在 而我們內的老闆娘 在過去的17年 她也是創辦公司 去幫助無數公司 去讚寫後來的部分 所以老闆 是用了過去她們累積回來的經驗 和市場的通路 在2009年的9月9日 成立了Genest 我們正式立足在美國的佛羅里達州 就是我們的總局 到現在我們已經發展到 全球超過140多個國家 所以老闆在當時 創辦了Genest 還記得我們要做些什麼 就是怎樣可以維持 或者是回復我們的年青和健康 所以當時 老闆是找了一班科研的團隊 大家一起來到Genest 今天有兩位 我想介紹給大家認識的 第一位就是 叫Dr. Vincent Giamp groß 他是美國抗需路支付手 手上 他 Neu بت掙握超過十個 抗需路的專利 而他自己呢 亦都是兩輛 諾貝爾醫學獎 被提名的 另一位就叫Dr. Nathan glucose 在美國非常著名 因為 他是美國成人 幹細胞 再生技術的權威來的 他可用短短的時間 幫助客人回復了十年 甚至二十年前的青春 但是只能去美国比华丽山的诊所做 在09年的9月9日 成功将技术转移到我们的外用产品 到现在我们已经热烧大卖全球140多个国家 而我们的一班科研团队 它要做的核心只是一件事 就是解决老化四个最大的指标 第一 如何维持我们DNA的健康 第二 就是我们DNA里面 其实大家知道这个验识体 它是端道是端粒的 如何可以保持端粒的青春 令到我们可以更加长寿呢 这个就是我们科学家要研究的东西 而另外两样就是什么呢 有多少朋友有小朋友的 都不少了 是吧 可能都大了 是吧 曾经有小朋友的 居住呢 大家很年轻都没结婚 还是未够18岁呢 大家 有小朋友呢 是不是经常带小朋友去放电 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那些小朋友的电力充满几个金霸王呢 放电也有过它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的细胞是充满了活力的 OK 而最重要是得到能量的平衡 有很多东西 多未必好的 天天走人心 人心 鸡汤 都未必好事 是吧 可能会流鼻血的 所以我们科学家研发整套 如何去解决脑法四个最大的指标 而在市场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 你进去一些保健店 我们香港有个神使 万宁的 你发现二十几年前 里面的货价最多就是摆药的 近十几年 它改变了 很多的是什么 保健品 是吧 而出现市场 无论该和现在的都是什么 做的都是营养补充品 一些叫做supplement 是吧 好了 你缺什么就没有什么 是吧 咬你 咬你 你说 我盖不够 骨质疏疏 他叫你 买些什么吃下 盖片吃下 是吧 我缺乏维他命B 维他命C 就买些维他命药吃下 你缺什么就没有什么 但是我们Genest是超前十年以后的技术 我们不是在做普通保健品的市场 我们是二十一世纪的营养学 科学家告诉我们 大家都明白 基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四十四年前 我爸爸和我妈妈开心之后 就生了我出来了 那么好笑干什么呢 朋友 博非 你认为不开心的 他不知道 我没问过 应该开心的 大家都只有十八岁了 是吧 那会不会我爸爸和妈妈开心之后 生了爸爸出来 会不会呢 不可能的事 是吧 基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了可以做什么呢 把表因基因学 告诉我们 可以把不好的基因 把它关上去 把好的基因 把它打开 所以我们的科学家就是研究 如何从我们的天然的食物 碎取物里面 可以做到这个最大的强项 这个就是我们GENES 一个最大最大最大最厉害的一个地方 所以在过去的九年 我们公司研发了一系列的产品 是由内到外 由内到内 我们是靠进去的 所以整体上我们只是做一件事 我们就是细胞优化管理系统 因为我们人类是有什么组成的 水和细胞组成的 细胞健康 细胞青春 人自然就青春了 好了 这个就是第一个方面 而第二 在平台力那方面 有什么其实会令到这个平台增长得这么快脆呢 第一 就是我们的发展的冲动 在过去的九年的时间 我们已经可以全球超过143个国家以及地区 而当中有很多做传统生意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都一一解决了 过去大家有没有在中国大陆 有很多马云生 我不知道 有没有微商 有没有听过 有 有 做微商的生意是否曾经有一段时间很火 但是要拿个代理 然后要自己安排物楼 金楼 全部自己都搞定的 所以那些是我们投控的东西 而GNS金天这个平台 所有的事情 老板已经帮我们解决了 是怎么样呢 在物楼你的朋友金天要订货 每个朋友加盟的时候 有一个专属你自己后台的 一个我们叫做多功能的网页 在里面做了所有的功能 包括你的奖金的报告 另外物流的配送 换句话说 当你的朋友去到你私人的网站 订购了产品的时候 所有的货都是由GNS总公司 我们全球超过50个物流的仓库 是点对点 直接将产品 将货物送到你的朋友家 你完全不需要担心 不需要头疼 有什么问题 都是公司的物流队伍 去帮我们去解决的 所以这个是散弱了很多 在我们做传统生意的压力 那种的负担 而另外加盟了的时候 我们是否开始去起步 到底怎样做这款生意呢 我们还有很多的工具 是可以提供给大家 可以去学习的 好了 透过这些模式 过去在我们短短9年的时间 累积的营业额已经超过50个亿 单单在2018年 我们单年的销售业绩 在全球已经是14.6亿美元的业绩了 二 好了 第三个部分 有这么好的平台 我们到底怎样 去将这件事传播出去 到底用了什么方法 而过去这9年 而证实了这么有效的呢 今天大家 我相信手上都有手机 是不是 很多都说 现在这个是一个叫什么 掌上经济的年代 指尖经济的年代 而今天在GNS同样的 一台的手机 已经可以管理你全球 所有 全球你的生意 透过一台手机 你已经可以管理了 而有一个很大的 特别不同之处 是什么 就是在出现市场 无论是上班族的朋友也好 做生意的朋友也好 其实我们只有一种收入 但是在GNS增加收入来源的部分 我们是有六种的收入的 而这六种分开了 就是头那两种 我们是主动式的收入 后面这四种呢 就是我们做一段的时间 你停下来了 那个钱还原源不绝地回来的 我首先跟大家分享 就是第一个部分 我们的零售利润 但当讲到零售呢 其实在马来西亚 要做零售生意怎么做的 很简单 我们就是 租间铺 然后就是批发 用批发价入 批货 零售卖出 赞取中间的利润 对不对 传统零售生意是不是这样做 今天最不需要 当你了解完的时候 其实